不继续我们要来看的 这一家是蛋猪汽水 同样蛋猪汽水工厂 要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样活化古老产业 而这位嫁到蛋猪汽水工厂的媳妇 也每天在上脑筋 那时候正好是冬天 打架起来的时候 一天比较难受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一天起来感觉没难受 两受给他算是比较六七百块而已 这样有够我吃饭和买米 所以我就好烦恼好烦恼 说这买怎么辣得更好 凭着在娘家掌管造船厂的经验 陈满青驾到汽水工厂第二年 达到货府推出自己的品牌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是这种玻璃品 那因为它是回收品 所以都是破破烂烂的 那因为是回收 所以我觉得那个味噌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又去 因为它也没有名字 就只有这里有名字 那一倒水这一张就烂掉了 烂掉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所以我就开玩笑跟我老公讲说 如果我坏肚子的话 要哪一家承认呢 后来我就自己把 台湾第一个 把三标用再弹出去 就是我们 两年后陈满青又有一项创举 把玻璃品改成塑胶瓶不再回收 最大考量是卫生也考虑安全性 因为玻璃品曾发生气爆 而且改为塑胶更方便长途运送 业绩也成长了 但获利并没有增加 塑胶瓶我也开了三四支的膜 一支膜从50万到80万我都有 那里面的胶签头 手把 我们自己都圆花花费了太多钱 就等于说赚来的钱又投资 一心只想把事情做好 陈满青不想后果 也没有去想说 到底投资这些下去 未来有没有收获 都没有去想这么多 就一个傻尽要安全卫生健康 不但如此 陈满青对弹珠汽水有深厚情感 尽管把瓶子改成塑胶材质 瓶身不能走样 得维持它原忧态 尤其这两颗眼睛有象征意义 虽然现在大家都用吸管已经失去功能 眼睛仍不容许它消失 在我们40年代 因为我们没有吸管 那以前的人头脑是非常聪明的 它就制造这个瓶子有两颗眼睛 那当我们在喝的时候 这颗蛋猪就会卡在这边 两颗眼睛之外 传统汽水瓶的水蛇腰也坚持保留 这除了流出古早味 也符合现代节能的环保诉求 这颗蛋猪在我们制造的时候 如果它到底的话 它在反弹的时候会比较慢 那如果在这边的时候 当我们在充填的时候 它反弹的时间会比较慢 这颗蛋猪汽水的特色在于 蛋猪取代了瓶带 只要用力一压卡在瓶口的蛋猪 拖一声 蛋猪掉落 汽水就打开了 因为我们的猪子是借助CO2 很强的强力 反转 比较强的强力 反转 比较强的蛋猪取代 所以我们的气比一般的饮料的气更强 比二氧化碳顶着珠子 方式特殊 也让口味独树一格 以前的人说吃 因为我们都跟他合作南文的 南文是日本人说的日本话 他都说我们吃南文的目的就是 要吃1.2 就那一颗漆 味 其他的都强 气泡多是卖点之一 但瓶子从玻璃换成塑胶 填装方式不变 气质却莫名蒸发 一开始陈满清很错愕 且而不舍找出原因 如果材质不好的话 它那个渗透力会很快 里面就会变成没有气 为了保持足够气体 陈满清毫不迟疑 改用材质较好的塑胶瓶 甚至不惜成本砸下千万 找日本人量身定做 这一整套清洗填装的自动化机器 不过其他同业却很不看好 因为当时12年前 胆株汽水不比大品牌竞争 早已走下坡 高雄市的汽水工厂 从20家快速凋零到个位数 至今就只剩下陈满清一家 继续补称 这个汽水的一件夕阳 我为什么还要去做 都没去想到这 大家想说 这是我婆婆的家业 我就是要去承接 我要去承接就是要把它做好 改善设备似乎还不够 陈满清说 淡株汽水是45年级生以上的同年记忆 现代年轻人似乎比较喜欢镜头汽水 如果怀酒那是最好不过 可是对年轻人 你要怎么去带他们认识这个 那年轻人也不一定每一个都要怀旧 所以你从怀旧跟新潮 你要去取舍 传统要在这个求新求变的世界生存下去 创新是一个方法 陈满清在口味上做变化 从唯一的香蕉油原味 变化出五六种水果口味 最早推出的是水蜜桃 也是最畅销的一款 当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女儿那个粉粉嫩嫩的皮 我就想到水蜜桃口味 有健康取向 汽水不加色素香精 而是从水火萃取的天然香料 还挑最高等级 成本多出十倍 而且用这糖不放果糖 塑胶瓶也选材质较好的 甚至不断开模调整塑胶瓶的形状 外人看来很不符合经济效应 不只是大环境 而是大笔投资却只能做半年生意 冬天很冷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想去喝 所以我们夏天赚的钱 等于是冬天吃就完了 尽管赚钱没想象中顺利 陈满清人继续投资提升品质 六年前 开发这台装弹具的自动化机器 以前全靠手工 为了玄境盖骨吃了不少苦 虎子落下 还有铺筋落下 来转 因为这块铺 你要转到鞍 如果没有鞍 它会漏掉 所以每一支你就要转很鞍 你把它收到 我们的手一天都可以转多少 所以我们的工人很好玩 它的价格好像受伤受到的颜色 同位员工着想 而他们还大都是临时工 因为弹珠汽水荣尽不在 丙顺时期一天可以出一两百箱货 超过三千瓶汽水 现在一个礼拜才出货一次 养不起职员只好请临时工 陈满清曾指引 要再撑下去吗 心中的梦想推着他咬紧牙根 一步步向前 这一支才是以前最古早的 我告诉你们 以前我们都是为了拿那一颗弹珠 才去买那一瓶汽水这个货 来 那现在小朋友要来帮它打开 我们让它打开 你知不知道怎么打开的 对 因为这个为了 它为了防止小孩子 拿那个弹珠出来吞下去 所以它作为临时工 为什么我会再继续走下去 其实如果不是说 它是台湾原创的弹珠汽水 要留层给下一代的人看 我其实没有那个动力 陈满清主动提供场地给学生 进行户外教学 让他们认识台湾最早的汽水 藉此培养孩子的在地文化 才能留住文化根源 有没有看打开了 有没有看打开了 有没有看锁住了 有没有 所以 我认识 是不知道这一颗弹珠 借助什么力量来堵住它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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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洋花炭 第二和第二瓶的來 陳滿清和先生改良彈珠汽水的製造過程 重新活化這古老產業 也用心保存老機具 這是第一代的機具 現在很難看得到了 古早年代彈珠汽水就是這樣 一隻一隻手工填裝可不輕鬆 它見證台灣人刻苦耐勞的拼勁 還有快樂的汽水童年 就熱愛這個彈珠汽水 熱愛這個文化 想把它傳承下去一個責任 由人工填裝到自動化 從玻璃瓶到塑膠瓶 散珠汽水跟著時代潮流走 不管怎麼換裝 都是為了讓這古早味 一直流傳下去 轉型創新 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廣告之後我們要看的 也是一種創新 到底哪些應該留住哪些不要 像接下來德國麵包要變成台灣口味 也是一種挑戰 對 對